立国二百多年,他们坚持不割地,不赔款,不纳贡,不和亲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的基本国策,却也仅仅只有四个人被视为文正,可见这一嗜好的崇高,难怪如此多的文臣为了这个嗜好拼死拼活,原来竟是因为他有着如此大的魅力,明朝嗜好文正的有四个人,这四个人并没有像于谦,王守仁和张居正等人那么高的名声,为何就偏偏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赞誉呢? 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自西周以来,帝王、帝妃、诸侯、大臣等地位显赫之人,去世之后,后人都会根据其生平事迹,给予一个或包或匾或同情的称号,称之为嗜好,嗜好种类很多,评价有好到坏,大体可以分为上士、下士、恶士、平士,另外还有一种私士,是有名望的学者,是大夫死后,尤其亲戚、门生, 孤立位置异定的嗜好,自唐朝之后,文人做官都会追求一个嗜好文证,如果哪个文官死后被赐嗜好文证,那就基本可以视为这个人,乃至这个家族的最高荣誉,也正因为如此,这个嗜好评选要求极高。 根据一周书《嗜法》一书记载,嗜好文的评选标准是,经伟天地约文,道德博文约文,词汇爱民约文,敏民惠礼约文,自民爵位约文,秦学好问约文,博文多见约文,忠信接礼约文,能定典礼约文,经邦定欲约文,敏而好学约文,视而中礼约文,修得来远约文,刚柔相继约文,修至班至约文, 德美财秀约文,万邦未宪,帝德运广约文,坚强不报约文,辉柔义工约文,圣魔披显约文,化成天下约文,纯木不以约文,客赐灰音约文,静职词汇约文,与贤同声约文,少修圣续约文,声教四气约文。 事好正的评选标准为,内外宾服约正,大律客就约正,内外用情约正,清白首节约正,屠国望死约正,内外无怀约正,直到不挠约正,进攻其位约正,其一步推约正,精爽其诉约正,成心格非约正,壮矣帝下约正,西斜巨毕约正,主及客端约正,万己就礼约正,书肾持功约正,端行式化约正,心无偏驱约正,守道不移约正,可见,无论是文, 还是正的评选标准都很高,因此,文臣都以能够得到文正的嗜好为最高荣誉。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,历代君王都从不轻易赐大臣文正,纵观整个明朝获得此殊荣,也就四个人而已,他们分别是方孝儒,李东阳,谢迁和倪元璐,方孝儒是儒学大师宋连的学生,朱元璋对其十分欣赏,曾经对朱标说此装饰,当老奇才,后来朱标早逝,朱元璋就把留给了朱允文使用,朱允文继位以后, 迅速启用方孝儒,美玉大师都会找方孝儒商议,有时甚至直接让方孝儒在自己面前草拟奏折批复,朱棣发动静难之意后,朝廷发出的讨伐诏书和习文都出自方孝儒之手。 对方孝儒而言,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,他面对朱棣的威逼利诱,毫不动摇,并身披孝福,在朝堂之上与朱棣进行激烈辩论,最终因激怒朱棣而被处以朱十足的急刑,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处于这个急刑的人。 时隔二百余年后,南明福王追赐世后文政,李东阳是明朝有名的天才,四岁能做静齿书,十八岁中近世,期间还两次被朱棣玉照进宫中奖,上书,大义,历世天顺,洪志,郑德三朝,尤其是洪志年间,他与刘建,谢迁组成的三人内阁。 对朱又棠开辟洪志中兴具有非常重用的贡献,郑德期间,朱后照贪婉成性,对朝政多有懒惰,李东阳作为辅政大臣,能够积极作为,维持国家运转秩序,八虎,作乱期间,李东阳一面隐忍周旋,竭力保存朝廷忠义之势,一面又竭力瓦解,打压八虎,试图还朝廷政治与清明,明史对他的评价为,自明星以来,宰臣以文章领袖进身者,杨世奇后,东阳而已, 郑德十一年,李东阳因病去世,明武宗次世文政,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的科举状元,洪志八年。 与李东阳一起进入内阁,李东阳擅长谋略,而谢迁擅长辩论,两人互为长短,是洪志中兴的重要功臣,郑德皇帝继位后,八虎,把持朝政,陷害忠良,谢迁对此不能忍受,决心向皇帝施压,铲除八虎,结果反被八虎所伤, 连皇帝给予谢迁刺绝受官的诏命都被撤销了,留紧扶珠以后,明武宗曾下诏启用谢迁,被其拒绝,明世宗继位后,又亲自让传令官到谢迁家里下旨,要求其入阁赴旨,这次虽然没有决绝,但已经79岁的高龄,让其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。 明世宗则特举天冷不用上朝,还经常赏赐美味佳肴,第二年因身体原因,再次辞官回家,明世宗仍然经常遣人问候,家境十年,谢迁因病去世,明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,嗜好文正,倪元禄是天启二年的近世,乃是名臣袁可立门生,他人如其字,具有强烈的个性,当时魏忠贤专权善政,败坏朝廷刚继, 倪元禄对此不能忍受,于是在天启七年,借助担任江西乡氏之主考官之机,除提讽刺魏忠贤,崇祭皇帝继位后,准备重用倪元禄,结果由于崇祭皇帝生性多疑,又遭到小人诬陷,倪元禄再次被打压,倪元禄的围观之路不可谓不坎坷,然而,相比于他的围观政绩,他的书法造诣更为人所熟知,由于杰字其策多变,书封其尾,后人对他有笔齐,字齐,隔齐之三齐, 士族,义族,运族之三族的称谕,崇祭十七年,北京城破,崇祭皇帝自已身亡,倪元禄文殉,也选择自已殉国,洪光石,次是文正,明朝这四个文臣,均在死后获得了嗜好文正,其中方孝儒和倪元禄都是南明福王所赐,方孝儒更是死后二百年才获得此殊荣,而李东阳和谢坚同朝为官多年,这种一朝两人同时获得文正嗜好的,整个古代世上也是不多见, 由此可见,朱友堂能够开辟洪志中兴也是有其必然性的,接触于,虽然嗜好是人死后的一种荣誉,但文人向来是明洁重于生死,哪怕这个明洁是死后平叛的,所以嗜好这个东西虽然看似虚无缥缈,但对古代文人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, 也正因为如此,无数读书人愿意为了这个称号去努力,去拼搏,去坚守心中的道义,进而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殊的文化现象和价值理念。 明朝是古近代大一统王朝,收入最低的王朝,一年只有四百万两百银,而且明朝的税负还高,因为明朝收税体系有极大的缺陷,农业税过高,商业税过低,贸易体系封闭,清朝年收入就达到了四千万两百银, 乾隆还乾无古人的,减免了几次全国赋税,到了宣统时期,甚至达到了三亿两百银,明朝很重视火器嘛,明朝一百多年,都是用越南和元朝遗留下来的火冲和神机枪, 因以为豪的大明神机营装备的,其实就是仿造的越南火器,后来才仿造了一些佛狼机。 在明朝末年,才引进红衣大炮,但是产量很低,鸟枪引进明朝一百多年,也没有实现普及化, 绝大部分士兵还是使用三饮冲等火器,清朝刚刚成立,就建立了压倒明朝的红衣大炮力量, 很快就普及化鸟枪,在乾隆时期开始配备从准嘎尔缴获的土耳骑士重型火枪,道光时代, 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,引进和仿造九百门西洋大炮,到了清末已经可以自己生产阿姆斯特朗大炮, 克鲁伯大炮,装甲巡洋舰,马克沁重机枪,麦德森轻机枪等等一系列武器。 明朝很重视贸易嘛,明朝从一建国就开始全面闭关锁国,长达二百多年,一直到1567年才开放, 清朝只是在1655年到1681年封海26年,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,清朝光是对欧美贸易就超过两亿两百银, 清朝搞民族歧视,明朝养着数十万藩王贵族和亲属,霸占盐税,田地, 肆意掠夺民间美女,荒淫腐化,祸害百姓,依王朱典养卫,抢夺民女,关闭洛阳城门, 一次就截掠700多名女性,很多省份,30%以上的收入,都用来供养这些藩王亲贵。 明朝在开疆拓土上更是乏上可陈,元朝的地盘丢了多一半,清朝虽然也养八旗, 但是齐民不通婚,齐民不交产,杜绝了八旗清贵,抢夺民女民产的路径, 另外,八旗还承担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,从外兴安岭,黑龙江,松花江,外蒙古, 内蒙古一直到新疆,青海,西藏万里边疆都是八旗军住房,持续二百多年, 而且八旗不需要老百姓搞运输,修长城,这对于内地百姓来说就是一大福音, 减去了戍边和输送之苦,明朝就守一个长城沿线,每年耗费的百姓人力物力何止数百万。